就是說這個所謂的網路聲量 跟這個新聞量 就像剛剛就是講到這個韓國瑜 講六塊雞的時候 我們的宣解馬上就用手機查說 到底有哪六塊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尾航哥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是哪六塊 完全只有一塊 所以哪六塊 所以哪六塊 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說錯了 應該是 你看尾航哥就知道 應該要有七塊雞 那我跟大家講 我到底是哪七塊 你講話我都很害怕 主要就是 這個北北基一塊對不對 這個北北基一塊 陶竹苗一塊 雲嘉南第三塊 中張投第四塊 對不對 宜花東第五塊 再來就是外島 總共六塊 那還有一基在哪裡 就是侯友宜跟副總統人選 那個就很重要 所以侯友宜如果加上韓國瑜 那個基力是不是就夠強 基力四射 對 我就覺得就是基勤 基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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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在網路上跟這個所謂的 媒體的議題上面才不會輸 那另外大家就說 那柯國 柯鍋盒呢 我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柯鍋盒的必要性有沒有 我覺得非常需要 因為你要知道 柯文哲一樣在廟口開獎 就算只有五百個人 但他的新聞還是出得去 因為他講話也是很有爆點的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需要什麼 柯文哲缺贏蛋 對不對 那這個郭台銘有什麼 他有金子 金子 夠的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合在一起 還有什麼 很重要就是話題性 對不對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就在討論說 誰去誰家吃飯 誰有跟誰密會 或者是說是不是撕下來撕下去這樣 都是新聞亮點 所以就是說 我認為郭台銘會選到底 但他的副總統人選不會變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一直在期待 這一個禮拜 就是說大家一直在期待說 黃珊珊說 這個副總統人選到底是誰 對 但你知道柯文哲最近是 先跟誰合照 這個畫面有點太美麗 我有點嚇到 邱毅 正義兄弟 對 所以你會發現柯文哲 還是一直持續的在找話題跟議題